生活在北极圈的我们 一到夏天就会出现一个让人头疼的现象 那便是急昼 急昼的意思就是太阳终日不落 白天和晚上天都是亮的 孩子们直接拒绝睡觉 要我们把天上的灯关掉才肯睡 这个周是最后一周 然后就要放暑假了 Vivian今天要的是这个发型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什么呀 面包吗 不是一样 先拿两片面包片在路上吃 肚子疼了是不是 肥里巴反正是肚子疼了 先垫一下 然后一会去幼儿园再吃 肥里巴这么远了 哎哟一哟一哟 不是 CLEN 趾在放箱里进行的 哦 小熊 好漂亮 해요 好漂亮 均情 肝坐 天 哎猫 financi 哇 uwu 嗯 嗯 啊 過不著 媽媽過不著 青年 哦 啊 今天天氣很好呢 終於不下雨了 這是什麼造型 總把一個袖子脫下來了 哎呀 酷酷也自己脫下來了 哇 站起來了 早飯我們就炒了一點雞蛋 豆腐 還有黃瓜 哎呀 沒事 Emily也很喜歡吃麵包 不吃秀秀了 媽媽在這裡 Emily 咖啡 嗯 新鮮的麵包還是挺好吃的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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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威現在是極昼 就是一天到晚天都是亮的 現在是晚上的十點半 你們看天還是亮的 這種感覺就很奇怪 到了睡覺的點 但是天是亮的 所以還不想睡覺 天還很亮 我譬病人要看你 我也記不容色 我回答理龐 如果有没有想到现在 你能不能让你去光线 你能不能再来光线 可能会不会出现明天的光线 这会有趣 但我确实是不确定是在光线 但还能是在光线 你看,有点点绿的 对,是光线 但这也有好感觉 对 明天晚上有出现了光线吗? 好漂亮啊 反红色的云彩 现在是凌晨的一点 天开始有一点点黑了 但是你们看天空还是蓝的 今年应该不会有极光了 凌晨一点 天上还有白云 太神奇了 小熊又开始大工程了 我跟小熊经过一段时间的 生死熟虑之后 还是决定尝试一下保姆 所以呢我现在要提前安顿一下 阿姨要睡觉的屋 现在这个屋里面是我们的办公室 小熊打算把床搬到办公室里面 然后把办公室挪到 我们现在的那个卧室 也就是这个办公室 跟我们的卧室换一下位置 这还有一个卧室 所以我说 我们要去拿一个卧室 这个房间 就是阿姨的单独的房间 我们把这个东西全都清出去 卧室好吗 爸爸 哇哦 爸爸已经昨天晚上连夜把阿姨的房间收拾出来了 你们应该叫奶奶奶奶的房间 乖乖 你要在这里睡觉啊 这是要来我们家的奶奶的房间 我们的办公室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的办公室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的家里面的房间都没有 我们在这里了 我们要乖到吃鸡饭逼 我们乖到鸡饭逼 我乖到鸡饭逼 我乖到鸡饭逼 这是很帅饭逼 它有很棒的 这个开始了 看很多事了 今天你不是做到 counter的 才能放下 多多久了 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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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了